新型冠状病毒影響各韓国业 不少人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被逼放无薪假 甚至被裁员 面对突然收入减少 令到一些人在财政上大失预算 我们有不少个案 他之前习惯用卡即是还min pay 收入减少了令到你难以还款 最终拖欠卡数不知怎算好 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坊间上有不少人说可以帮你想办法 解决财务上的问题 但大家要留意 这些中介公司声称可以帮你做债务重组 或者一笔清 其实他们首先是转介你去小型财务公司借钱 缴付他们的行政费 他们才会协助你做申请 另外有不少二三线财务公司 会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借钱很容易 不用出示任何入息证明或信贷评级 就可以借到钱去做周转 其实他们利息一般都非常高 由于还款期很短 借款人很容易还不到钱 当他们还不到钱的时候 不单他和亲戚都会被追溯 如果遇上还款上有压力 可以试下找有关做债务辅导的社福机构 你可能会问 你们社工借到钱给我吗? 我们借不到钱给你 但是我们可以为有需要的个案 免费做一些债务舒缓 而且我们有些义务的律师 为一些个案可以做一些免费的债务咨询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有需要 就快点去求助了